父心 因故不许 故心作善得福 而静静相善 这句话要记住 全心全力的做好事 什么是好事 立业终身 学己为人是好事 最大的好事 就是把佛的教诲 落实在自己生活 落实在自己工作 落实在自己厨师待人节物 让大家看到你的 见到你的 接触到你的 听到你的 都 欢喜向你学习 你就在做弘发力生的工作了 头一个 把你家人的度 今天你 你说佛 你家里人为什么反对 你做得不好 你让他们感觉到讨厌 你如果做得很好的话 家人都欢喜 哎呀 说佛真不错啊 我都跟你说 你不就度了一家人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家人没有过失 好好反省 一定自己做得不好 他才会反对 社会大众对我们起误会 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 他们没有错误 从自己本身做起 这是真正修复 如果说是处处教别人 修复 自己没有做到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那当然 引起别人犯感 就 精进向善 奉持 如是等法 指上述的 上面讲的 这一切善法 无德亏实 不能亏欠 亏实 是减损 结是亏 损是识 要认真去做 念佛的方法 确实 荧光大死 一生 说行的方法 很有效果 很能够学习 值得学习 以上 数据经文 从当性 到窥视 这一段 表 世间人臣 去向 极乐 一尘业 莫合这句话 说得好 我们把这一段 新闻 真听懂 听明白了 记住了 认真去做 我们所说的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久 那你就不亏不失 我们从人道 提升到 极乐世界 一尘道 一尘是成佛之道 在菩萨之上 超越了大尘 人人都可以做到 所以 金不能不土 离 事 不能不明了 不明了 我们的信心 生不起来 我们这个缘分 当面错过 就真可惜啊 真可惜啊 我从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